是一块充满不祥和兄弟之气的铜牌 扔在路边斗都不会看一眼 男孩却把他当传家宝一样挂在脖子上 只有他知道铜牌内藏着一座宝塔 每一层都关押着穷凶极恶的妖兽和罪神 在遇到危险时还能驱使他们战斗 只因他知道 三天后末日就会降临 90%的人类都会变为丧尸 整个世界都将沦为地狱 而他不但拥有观音作下的黑熊 还有怪物狂人雷阵子 更是有覆灭伤咒的打击陪伴族 甚至还有天宫的一个大佬 而他将率领他们重建这个社会秩序 可他怎么也忘不了 前世好哥们和女朋友的辈子 在丧尸围城时 不但抢了他的家传令牌 女友更是亲自将汽油浇在他身上 呵呵 下辈子再见吧 不好意思 杨哥 你的东西我全都要 接着好哥们就用妹妹的血 获得了令牌的认可 你不是喜欢火吗 就在火焰里消失吧 话音刚落扔出一个打火机 熊熊烈火瞬间将男人吞噬 他很不甘心 如果有来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女人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入他脑中 节节那就重新开始了 接着他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 右眼更是冒着熊熊火焰 他刷的一下从床上做起 怎么回事 没有伤痕 也没有火焰 不会吧 难道自己听到的声音是真的 他急忙打开手机查看 时间停留在2028年7月1日 这么说自己回到了末日降临前三天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右眼竟然变成了浅金色 那是之前被烧死 是留在眼睛里的火种吗 接着他就打开房门走出去 谁又能想到 现在看似繁华的街道 三天后就是炼狱 人们为了活下去 道德底线早就抛制脑后 自己的好友弑君和柳如烟 毫不犹豫的就被刺了自己 就在这时 柳如烟的电话来了 怎么接个电话这么慢 乌阳 你想分手吗 又来了 一不满意就分手 以前的自己还会诚惶诚恐的去哄他 现在吗 好啊 知道错了就好 你说什么 你耳聋了吗 我说分手了 也累了 不想伺候了 再见 接着直接将他拉黑 乌阳瞬间觉得世界安静 得抓紧时间干正事 另一边 柳如烟直接将手机砸了出去 乌阳竟然敢挂我电话 还拉黑我 好家伙 此时他的床上正躺着 乌阳的好兄弟试剧 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关系 怎么可能 那个傻帽天天围着我转 我说往东他都不敢往西 怎么可能发现我们的关系 别气了 刚才我家老爷子来信息 让我收集一些古代家传 有灵气的老物件 说是可能有大事发生 老物件 我记得胡阳家有一块家传的令牌 丑兮兮的 好像有好几百年历史 士君文言一把搂过柳如烟 急切地问道 那东西现在在哪 就在胡阳妹妹 胡云那丫头的手上 胡阳发神经 等她冷静下来 自然又会来跪舔我 到时候我让她把令牌送给我就是 画面一转 一个清纯的女孩就出现 哥 你突然要这个干嘛 还打车五十公里过来 你今天不上班了 哎 你眼睛怎么了 小云 你相信哥哥吗 当然了 虽然她不知道哥哥今天为何怪怪的 哥 咱俩相依为命到现在 我完全无条件地相信你 做任何事都是为了我好 看着怀里乖巧的妹妹 胡阳微微一笑 那好 你现在去学校收拾东西 立刻跟我回家 好呢 我这就去 看着远去的妹妹 胡阳发誓这一世 一定要让小云好好的活下来 就因为这块令牌 上一世自己和妹妹都遭到弑君的毒手 这没令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突然 她的右眼泛出金色的火焰力 接着就落在令牌上燃烧着火焰 随即之间令牌上出现两个大子 大凶欲 嗡的一声巨响 胡阳眼前出现一个时空通道 接着她就被吸了进去 下方是一座锁满铁链的巨塔 这 这是 巨塔每一层都关着鬼怪妖兽 每个看起来都是凶悍可怕 里面关押的鬼怪和妖兽 发出自信念 雷电则是一道接一道的降下 胡阳明白 这些雷电是在镇压塔里的怪物 传说那些看了视频 不点赞推荐评论送小花花的 都将在梦中被抓来这里 除非评论区狗投保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兀在她耳边响起 杰杰 害怕了吗 你是 奴家苏达吉 见过凶欲之主 镇摩塔是数万年前铸造的 有先帝召集十二位上仙共同炼制 而且也是一座大凶欲 从古至今 无数犯下滔天大罪的凶兽最神 都被投入其中 每日受到天雷焚魂之苦 而胡阳手中的大凶欲设立 便是能唯一开启门的钥匙 这便是达吉叫她凶欲之主的原因 所以御主大人 要进去看看您的犯人们吗 更详细的情况 奴家边看边给你汇报如何 那麻烦了 胡阳带着达吉缓缓地走向镇摩塔 胡阳才刚进入 高猛的锋刃就向她吸引 达吉急忙提醒她小心 只见胡阳眼瞳中迸发出金光 席向她的锋刃悉数被倒下 达吉没想到她那么厉害 御主 你眼睛里的果然是幽冥活主 所以您才能重启幽冥活主 重活一世 是吗 上一世在我耳边说话的就是你 嗯 奴家与胡家缘分不解 身为大凶欲的引灵 自然不愿意看您被坏人所害 您上一世死前的绝望和愤怒 让您火焰异能觉醒 激发幽冥活主 奴家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 胡阳也才明白 这是他能重生的原因 现在末日将至 而他已经觉醒了异能 这一世 一切都会不一样 随即胡阳吩咐打几带路 整个大凶欲分为九层 以胡阳目前的魂力 能点亮的玉门只有一层 突然他就瞪大眼睛 只见牢房里关押着一只黑熊 这这么不就是上一世 宋世军骑的那头凶兽吗 黑熊发出一声怒吼 可下一秒 黑熊秒变哈啪狗 哎呦 这就是新来的狱主吗 果然年轻有为啊 这都几千年了 咱们终于把您给判来了 您老有什么吩咐 只管说 吼吼吼 接着更是撅起了小嘴 胡阳都惊呆了 打击也是被震惊的不轻 好你的黑狗熊 看到狱主连脸都不要 一边去 人家 人家都还没舔他 这也是没办法 虽然是千年妖王 但被关千年 变成狗很正常 此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狱主算什么狗屁东西 无非是仗着有那块令牌 想让老子臣服 就让这天雷再轰千年又如何 先是苏打击 又是狗熊精 这座监狱关的都是传说中的妖物 胡阳看他样子 鸟嘴 身上还缠绕着丝丝雷电 这家伙 难道是雷阵子 此时打击一记马屁拍来 不愧是狱主 一眼就看出他是谁 而世间妖物分为 族 兵 士 将 帅 王 圣七大等街 狱主目前所在正是镇狱塔最底层 关押的便是将棘凶兽 越往上关押的凶兽越强 据说最上层还有圣棘的罪衔 奴家曾听女娲娘娘感叹过 天地间一层有神级存在 只是泯灭在时光中 希望狱主多多努力 早日登街 掌控全狱 狐阳也才意识到 他先前还是小看了这座塔 仅仅最底层的将棘凶兽 就如此厉害 他都有些期待 最上层关押的是谁了 不论是谁 他们未来都将是他狐阳的力量 在这末世 他必须不断变强 狱主 以您现在的魂力 只能走到这里了 您需要吸收更多的魂力 便能照亮更多的房间 走向更高一层 此而魂力和异能不同 异能只要猎杀丧尸和异种 就能吸收 可魂力只能杀死神明猎群 而三天后诸神将是 将是他的猎杀时刻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做好准备 狐阳来到一条古董街 前世就有个信约 在这里买到一根捆线索 一跃成为强大的异能者 那现在不好意思 东西他狐阳收下了 没记错的话 那宝贝还在这里 他之所以如此自信 那是因为有幽灵火种在 古董散发的能量多寡 他都一清二楚 与此同时 宋世军的父亲 带着一个鉴定大师 也来到了这里 那不是狐阳吗 他怎么也在这里 世军 你要记住 你选择交的朋友 都必须对你有用才行 明白吗 放心吧 老爸 狐阳就是个看中意气的傻子 很好忽悠的 怎么了 宋先生 没什么 我看到了一个熟人 黄老 我们先寻找古物件吧 全靠您的眼力了 放心吧 宋先生 老朽也就这点本事了 可惜这里大多都是工艺品 前几日在祖宅祭拜过后 我便一直梦到祖先教会 要我寻找古物件那些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今日特地邀请您老来 一定要得手 突然 黄老的眼睛直勾勾的盯在一个葫芦上 有了 就是它 但狐阳却抢先一步将葫芦拿在手里 黄老暗呼不好 老板见状高兴屁了 哈哈哈哈 又来水鱼了 这个葫芦可是明朝的 至少要这个数 一万块 一万 就这 也太贵了吧 让我瞅瞅 但狐阳的手却抓在红绳上 老板你看 这都裂开了 还用根破绳子挡的 照我看 这就是个工艺品 最多一百 老板文言一百 拨过葫芦 一百块 走走走 别耽误我做生意 黄老见状心情大好 老板给我看看 狐阳没想到东西这么容易就到手 但谁又能想到 这根毫不起眼的绳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捆签索 上一世妹妹小云就是被宋家抓走 不但令牌被抢 还拿她血迹 这一世她绝不会放过这帮杂碎 这葫芦上有股淡淡的灵气 有年头了 老板这个葫芦 还不等她话说完 狐阳的声音就在她身后响起 宋叔叔 原来是您啊 之前看着就眼熟吗 你也来逛古玩街啊 是狐阳啊 没想到你对古董也感兴趣 对了 我听士军说你家有一件古物件 待会我想找你聊一聊 可下一秒 狐阳像风了一样 张口就大喊 宋叔叔 你家那么有钱 怎么会特地来买这个小葫芦啊 难道这个葫芦真的特别珍贵 顿时就围了一堆吃瓜群众 那不是黄老吗 他都出手鉴定了 看来是个正体 这个葫芦看来有点东西 老板你开价一万是吗 那我出一万二 我出两万 我们先来的 你不要乱抬价 老板呵呵一笑 你不是还没出价吗 价高者得 五万我要了 最终老宋含泪掏了十七万拿下 原本只要一万就到手 都怪狐阳那小子 白白多花了那么多钱 狐阳跟个没事人一样 宋叔叔 你之前说 对我家那个古物件好奇 对 我听士军说 你有一块家传令牌 可以给叔叔看看吗 狐阳憨憨一笑 当然可以 黄老顿时两眼放光 这个宝贝 可否让老夫上手看看 不行啊 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怎么可能随便给你看 小杨啊 你和士军关系那么好 就给叔叔看一下吧 士军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他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哎 慢着 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给我们看 接着狐阳就掏出一个收款码 给吧 一分钟一万 给我五万 让你们看五分钟 你认真的 当然 不扫码我走人 老宋咬了咬牙 行 我给 收到前后 狐阳将令牌扔给黄老 让他们在一旁研究 他则开始疯狂购物 毕竟末日最重要的就是物资 更何况还有大凶狱这个免费仓库 里面可是还有很多空置的牢房 随便拿一间来当库房就行 打击这个时候开始展示他的假日 狱主 任何物品只要放进来 都可以保持不变 活物也可以哦 毕竟他们就是活物 但人家想吃鸡了 狐阳扶了扶鹅头 狐狸吃鸡很合理 现在的他就是买买买 只要是能吃的他都买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开农场呢 手机很快就提示他娱乐部 看完了吗 五分钟时间到了 还要加时间吗 小杨 你这块牌子能不能卖给我 这个吗 当然可以 一口价 一千万 两人文言都有点傻眼 一千万 怎么了 宋叔 这块令牌传承了千年 是绝对的古董 一千万真的不贵 如果您不想买 我有事先走了哈 宋先生 那块令牌是古董没错 价值至少五十万 他狮子大开口 我们要不要还价试试 照我看 十万块拿下应该不是问题 黄老 今天辛苦了 您先回去吧 接着这个老灯就掏出电话 市军 你带几个族人立刻行动 找到胡杨和他的妹妹 将人和令牌一起带回来 混小子敢耍我 祖宗托梦 除了着谷物件 还要我准备少女的鲜血 以做血迹 之前我还在犹豫 是你自己做死 那就怪不得我 殊不知胡杨早就洞悉了一切 呵呵 这就对我动了傻心吗 很好 我还担心你们不敢动手呢 可惜啊 没有从他身上搞到更多的钱 不过不着急 债药一笔一笔 收 很快他的妹妹就整理好行李出来了 胡杨接过行李 走 我们回家 就在这时 乌云的班主任追了出来 好家伙 竟是穿得还丝 白老师 你怎么过来了 你还问我 小云 你为什么突然理晓 你知不知道明天 有一场重要的考试 是关你的前途 白老师 是我让小云跟我回家的 很抱歉 他需要暂时休息 老师文言脸色有些难看 你就是他哥哥 小云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女孩 听说他父母双亡 是哥哥拉扯大的 本来我还以为他哥哥很稳住 没想到这么轻浮 我是小云的班主任 我不同意你让他休息 只是回家处理点事情 班主任也耍起无赖来 有什么是那么重要 地球不爆炸 上学不能停 这句话一出 几人都弄住了 总 总之 学生要 好了 白老师 谢谢你 你真的是一位好老师 所以 作为感谢 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回去之后 多囤积粮食和水吧 以及药品武器 最重要的是 大量准备上清单 他有可能帮忙渡过难关 老师被他说得一脸猛逼 什么跟什么呀 囤积东西什么的 搞得地球真的要爆炸一样 只希望小云没事 胡杨拿出抽屉里的房本 哥 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嗯 但哥会保护你的 说着他取下令牌 挂在胡云脖子上 你带着这个 我出去一趟 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要开 好 那我先做饭 你早点回来吃 令牌在妹妹身上 他随时能感应到妹妹的情况 现在的第一药物还是告解 胡杨刚出电梯门 就听到柳如烟在墙角打电话 什么 胡云不在学校 那你们先过来胡杨家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知道 你先稳住他 我马上到 呵呵 胡杨 想我没有 士君说想找你吃夜宵 待会就过来 胡杨则一把将他拍开 喂 胡杨 你几个意思 你该不会真想和我分手吧 别耍小兴子了 我知道你在吃醋 我这不是过来找你了吗 胡杨再次拍开他 不好意思 我一想到曾经居然和你是男女朋友 就感到恶心 请离我远一点好吧 别给脸不要脸 哎呦 谁的脸掉地上了 还不捡起来等人踩呢 胡杨 你干什么去 给我回来 卖房啊 什么 卖房 那不是你唯一的房子吗 你不是说过拿他做婚房的吗 现在缺钱 便宜卖 怎么 你要买吗 他到底怎么了 突然变得这么冷漠 又要卖房 这套房子是他爸妈留给他的 地段很好 起码值三百万 要不是因为这套房子 我又怎么会和他谈恋爱 接着他又开始卖弄风情起来 那你想卖多少钱 一口价 一百万 哎 这么便宜 无愧是他犯事了 卖房抵债了 说吧 要不要 不要我去中介了 这么打个漏 我都想捡 要 当然要 只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先给你三十万吗 后面的漫漫给 谁跟你分期付款吗 大姐 当我冤大头吗 一百万现金 一分都不能少 再柳如烟想来 反正一会市军就要带人来找他 胡扬死定了 一百万只不过是过过他的手 现在最重要的是 骗他先把房子过户罢了 行一百万就一百万 咱们现在就去房产交易中心 妈 你就放心 我就买个房 捡个大漏 待会钱就会回来 你说你 跟胡扬那小子谈恋爱 结果房子还要自己花钱买他的 这可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 知道了 你先把钱都打过来吧 很快他就要永远消失了 好了没 全款到位我才签字 到了 我转你 就怕你没命花 两个人都各怀鬼胎 末日一到 房子一文不值 而失去一百万的你们也将彻底失去最后的求生时机 看着手中的房本 柳如烟笑出了诸声 哈哈 我太高兴了 胡扬 走 去你家 我们庆祝一下 嗯 是该好好庆祝一下 此时宋世军正带着几人拿着棍子走在巷子里 刚打凌过了 胡扬下午已经带胡云回家了 在他回家之前 我们先上去和他的妹妹好好交流一下 此时毫不知情的胡云正在切菜 脖子上的令牌闪烁着微弱的红光 宋世军几人很快便来到他家门口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变态的笑容 胡云 快开门 我是你世军哥 世军哥 胡云文言一脸疑惑 世军哥 你怎么来了 我哥不在家 透过猫眼看到 宋世军这时也是一脸坏笑 不在家吗 我知道啊 他买火锅材料去了 让我先上来 快开门 外面好热呀 胡云正准备开门 立马就想到哥哥对他说的话 无论谁来都不可以开门 接着他就后退几步 那个世军哥 还是等我哥回来吧 宋世军文言直接开始砸门 不是吧 胡云妹妹 你这是在防着我吗 你让我很受伤业 快开门 跟世军哥说清楚 可无论他说什么 胡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 宋世军转头让属下掏工具 放心吧 君哥 我们兄弟到上混了这么久 开个小门简简单单 胡云 你家那块令牌是在你身上吗 嗯 哥哥给我带着他 可他没有发现的事 所把手已经开始转动了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刚刚一声 房门就被就被推开 接着一帮人气势汹汹的冲向他 男人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卖房买光全市的药品上清单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的傻 殊不知三天后末日就会降临 80%的人都会变成丧尸 只有觉醒异能的人们 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上清单就是能最快促进 异能觉醒的保药 胡云不但提前觉醒了异能 还拥有一座 关押着妖兽鬼怪和罪神的监狱 或是他要打造一只 无敌之士重建社会秩序 然而总有找死的人 踹人家的门 为首之人一把抓住胡云的小手 早点开门不就完事了 臭丫头 宋世军一把抓起 胡云脖子上的令牌 这就是我爸要的不见吗 呵呵 现在胡云和令牌都在我手里 待会让他跪着给老爷子道歉 世军哥 为什么 你不是哥哥的好朋友吗 此时宋世军一脸坏笑 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哥如此挺了 因为他就是个愣头青 完全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身上可背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万一东窗事发 我总得找个免费垫背的吧 胡云文言一脸不可置信 怎么会 还有 要不是有胡云 我又怎么会认识如烟 他真的很认 放开我 他话音刚落 就被狠狠扇了一耳光 嘘 小声点 哈哈哈哈 世军哥 你也太有才了 这小女孩成年没有啊 这个嘛 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时间还多的是 就当几人得意识 殊不知他们马上就要大火临头 可曾听过九池肉铃 各位相公 紧接着几人头顶就出现一束耀眼的亮光 直接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发现自己正在开泳池派对 每个人都有一个辣妹伺候着 相公 奴婢来服侍你 宋世军闻言大喜 哈哈哈哈 仙境 这就是仙境 辣妹们则开始切生牛肉 大王 臣妾为您烤肉 美人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下一秒 辣妹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可惜色欲熏心的宋世军并没有发现 大王 这肉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那就好 果然大王吃自己的肉 才最合口味呢 几人闻言顿时吓尿了 什么 他们也才后知后觉 这 这是血水 我的心脏 这哪是什么九池肉铃 这分明是地狱 此时打击显出真身 大王对菜单不满意吗 李干的心 我依靠的肉 还有那些忠诚的眼睛 大王想吃哪一个 几人此时都形态各异的在地上惨叫 显然他们被幻境吓得不轻 胡云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喂 有鬼 闭嘴 哪来的鬼 装神弄鬼罢了 咱们人都杀过 还怕那玩意 咳咳的 难道这块令牌有古怪 有本事弄死我呀 一块破牌子 从里到外都是废物 什么垃圾玩意 但下一秒 牌子上面就浮现出一只紫色爪子 随即刷的一下伸出来 还带起宋士军脸上的点点血液 宋士军惨叫一声 要是头发是红的话 不少人还以为海贼王的香客丝乱入 接着令牌也随之掉在地上 此时胡云也刚好赶到 他随即捡起令牌 哟 好热闹啊 几人闻言都是一惊 士军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是妖牌 那令牌是个宝贝 别放过他 把他拿下 哥哥 小心 别怕 我们人多 上 几人挥舞着手中的棒球棍冲向胡云 玉主 令牌的魂力刚刚都耗光了 都怪雷震子 非要出那一招 不然奴家还能控制他们一会儿 黑熊闻言那个委屈了 俺都没来得及出场了 胡云也忍不住吐槽 就你那体型 一出场这楼都得他了 这种小场面还轮不到你 我也刚好试试异能 轰的一声 一大片火焰就冲向井 瞬间将他们烧得惨叫连连 啊 这是什么 好烫 快灭我 我的手 我的手 这一幕直接将宋士军和柳如烟看上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胡云 你会妖法 别过来 胡云 士军可是你的好兄弟 你要顾念旧情 也不知道柳如烟哪来的脸说这句话 顾念旧情 跑到我家里来挟持我妹妹 抢我令牌 还有柳如烟你这个恶心的女人 也跟着一起演戏 我都要吐了 现在还要我顾念旧情 是你脑子进食了还是我的进食了 你咋那么理直气壮呢 胡云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都是误会一场 如烟 你不是他女朋友吗 你去劝劝他 你们都要结婚了 到时候我还要来当伴郎呢 可他说话的同时偷偷掏出了匕首 对啊 胡云 你不是想和我结婚吗 我不要踩你了 很高兴吧 毕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却还肯嫁给你 把你会这种力量的原因告诉我好吗 我永远爱你哦 如烟大地不愧是如烟大地 到这个时候还在算计胡云 可惜他失算了 此时宋世军已经举着匕首来到他身前 死吧你 胡云眼中火焰迸发 宋世军直接被轰飞出去 我也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醒火焰呢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 像你们一样肮脏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 我想要 全部烧得干干净净 宋家赐堂 一帮不肖子孙正在拜祭 祖宗在上 后人宋天 求祖宗保佑我宋家 风调雨顺 步步高升 下一秒 一个灵牌就散发出诡异的红光 灵气古屋 少女之血 祭祀 主屋 降灵 是 祖宗莫及 其他东西子孙很快为您献上 三日内 末世 这次难道是 来人 立刻让人去大量采购水和粮食 快 如果我所料不差 末世可能真的要来临了 让士君赶紧将人带过来 我们要立刻进行陷阱 就在这时 房门被一脚踹开 不用那么麻烦 我自己来了 而胡杨面前趴着的正是宋士君 混账 你做了什么 还敢闯宋家祠堂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上 给我灭了他 面对冲来的众人 胡杨镇静地走向他们 只见他紧闭双眼 突然他双头猛睁 金色的光芒从右眼迸发而出 所有人的额头和胸前 都出现一个红点 他们的动作在胡杨眼里 就像归宿一样 在配合胡杨的急速下 他们就像靶子一样 站着被胡杨打 片刻功夫 胡杨已经来到宋天面前 宋叔叔 你好啊 而他身后则是躺了一堆 鬼哭狼嚎的人 宋天有些被吓到了 你 你 你特么找死 他竟然掏出了手枪 可下一秒 他的枪身也出现了一个红点 胡杨打了个响嘴 宋天手中的枪 随便玩火药啊 那很危险的 不能带坏小朋友 胡杨虽然只觉醒了一阶一脑 但幽冥火种的能力确实惊人 目前能一次性操控石家伦的火焰 范围两米 持续时间十秒左右 如果是一人一报物名 效果更加 此时宋天开始跪求他祖宗救命 祖宗 宋家将灭 血脉不可断绝啊 请您显胜 下一秒 一个浑身缠满火焰的老头就出现 无奈上古星宿营祸火格 按赞吃妹 会 话音刚落 两道火焰就袭向胡杨 胡杨直接吐了一口鲜血 半跪着才抵挡下来 与他相反 宋天发现自己的手不疼了 也不流血了 其他人身上的火焰也熄灭了 哈哈 星君险胜 正神破血 胡杨 你死定了 当宋家祖宗站起来时 地面都抖了抖 而胡杨在他面前就像蚂蚁一样小 胡杨也才明白 宋家之所以能在末世未卜先知 原来是这老灯作祟 本来只想来抢点古物节 打劫点钱 没想到还有个意外惊喜 可这家伙也太大了 宋家祖宗不等他反应 一脚踏下 胡杨反应 但地面依旧被踩出一个大坑 剑一击不中 宋家祖宗又开始向拳头蓄力 一拳狠狠地轰在地上 宋天觉得胡杨被砸成肉泥了吧 让他刚才装杯 但下一秒 他就瞪大了眼睛 胡杨呵呵一笑 只见他站在一只巨大凶猛的黑熊身上 你说谁死定了 他明明是上古神明火的星剧 如今却被一只山野黑熊吊打 最后弱得变成一颗金石的下场 胡杨受到攻击的差弹 打劫及时出现 御主 这火得星君为先天火精 在千年间依靠家族香火 蓄积了大量魂力 距离真身下凡 也只差临门一脚 若能将其捕捉吸收 您的魂力和火异能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目前大兄令魂力不足 但若御主您敢赌一把 说不定有机会获胜 胡杨闻言顿时眼睛一亮 说来听听 您可以抽取自身魂力 注入大兄令 召唤我们其中一人前去助阵斩神 我当什么事了 可以啊 只不过魂力源自灵魂 若抓捕失败 又不能及时修补魂魄 便将魂飞魄散而死 到时候你们被召唤出去的那一会儿 岂不是就直接越狱跑路了 呵呵 所以狱主你要赌吗 我为什么要赌 下一秒 他的举动让打几大吃一惊 我已经把幽冥火种植入了令牌 我若生死 幽冥火起 令牌烟灭 没有令牌 世间将没有人能开启阵魔塔 你们也就没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所以为了保佑我能活着 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接着他就开始抽取魂力 塔顶上方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 塔内的犯人顿时骚动起来 是出口 快放我出去 放开我 胡阳直接开始召唤 南海洛家山手山大腰 黑熊惊出狱邪战 随着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关押着黑熊的牢门打开 射令发动 其他犯人开始紧张起来 黑瞎子 别犯魂 狱主可千万不能死 离开镇魔塔 黑熊的身体越变越大 一拳砸在火德星君的胸上 差点响都给他打出来了 黑熊发出一声怒吼 俺终于出来了 好爽啊 好爽啊 哈哈哈哈 胡阳一拳锤在他头顶 快干正事 我的魂力坚持不了多久 真想我死啊 嗯 知道了狱主 俺向来忠心等等 您召唤我就召唤对了 哈哈哈哈 区区五行小神 也敢当本山神的鹿 还不快乖乖献上火精 黑熊对着火德星君 就是一顿爆锤 火德星君被打得像孙子一样 准备召唤火焰 不等他说完又挨了一顿呢 你气感 哎呦哎呦 本神真身越界而来 未能施展权力 先撤 这家伙还不算本 准备跑路 但胡阳怎么可能让他跑呢 下一秒 狠先生直接套在他脖子上 想跑 晚了 你可是我的猎物 刷刷刷几下 火德星君就被绑了个结实 他不知道接下来 等待他的僵是什么 宋天都闪了 不可能 祖宗 火德星君 突然他瞳孔放大 好似发现了什么 那 那是 当时葫芦上的绳子 你你 胡阳呵呵一笑 宋叔叔大意 多亏当时你只满了葫芦 这捆仙神我才能拿到手 宋天想死的心都有 祖宗 祖宗 接着火德星君就发出凄厉的惨叫 片刻之后就化作一枚火精 胡阳一把将他抓在手里 这就是他需要的东西 随即他俯视着宋天说道 要不 我们做个生意 为了保住宋家的香火 宋叔叔 你愿意花多少钱 看着地上像死狗一样的宋世军 宋天牙关紧咬 宋世军躺在宋天怀里 爸 你真的把家里所有钱都给他了 那 那我们 末日就要来了 这点钱算什么 人活着最重要 此时不要生账 立刻去拍卖房产 把所有东西都兑换成钱 然后买你买水 还记得我在郊区那座别墅吗 下面有防空洞 立刻对他进行武装加固 还有 叫黄老继续购买古物件 他胡阳只有一个人 如今因为末世一变获得了异能 如果我们宋家子弟都能抓住这波机遇 这末世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好事 胡阳 我必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宋天说的 块石头摆在炸弹馆五百年无人问津 人们都觉得他就是块普通的石头 但男人却两眼放光 还花一千万将他买下 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可只有男人知道 这将是他领先别的异能者的关键 胡阳来到一个药店前 看着手机上2896万冰冷的余额 他呵呵一笑 要不是因为时间紧 还能从宋家抢更多 算了 现在笑律师第一位 他开口就是要一吨赏清单 小姐姐好似没有听清楚 说马上得看准备 可下一秒 他就皆把家口齿不清起来 多 多少 有没有搞错呀 一吨 赏清单只是一种寻常的清热解毒终成药 卖不卖 不卖我去别家 那个先生 卖 肯定卖 只是一次性买这么多 我们也需要掉火 可能需要两天时间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啊 给你家两成 明晚我就要拿到火 没问题 胡阳走在大街上 此时的他已经扫光了市里十吨赏清单 网上也下单了大量赏清单 谁又能想到 即将到来的末世 最重要的物资竟然是赏清单这种毫不起眼的药物 上一世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胡阳躺在地板上瑟瑟发抖 好难过 我要死了 哥 对不起 我没有抢到赏清单 这种药可以让人异能觉醒加速 有意志丧失化的效果 早知道我们家就多囤一顶 你别放弃 我再去更远的药房找 胡阳急忙起身阻止 别去 外面危险 而小云这一去就是永别 被宋家抓走 胡阳只能无能的嘶吼 刚回到家 胡阳就走向妹妹的房间 看着熟睡中的妹妹 她发誓绝不让上一世的惨剧发生 至于宋家 他们只知道末世要来临 必会大量囤粮 却不知道末世前期最重要的资源是异能者 掌握了上清单 也就掌握了一支能为我所用的异能者军团 胡阳掏出火金石 幽名火焰发动 火金石顿时燃了起来 胡阳也开始慢慢吸收 只见她盘膝坐下 身前出现一朵巨大的莲花 火金石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涌入她的体内 接着她眼中金光泵射 眼瞳中也浮现出一朵莲花 恭喜玉主 幽名火种升级为红莲火种 可破障面法 像奴家的九池肉灵 可就难不倒玉主了 您的异能已身为二姐 对火焰的形态控制更精准 胡阳随即利用火焰画画出一杆长枪 看来这火金比她想象的还好 玉主 下次召唤记得还召唤我老熊啊 嘿嘿 能出去玩真的太开心了 哇哈哈 而且我的罪业也降低到了九十 以后每餐牢饭可以多吃一块肉 打几顿时有些酸了 切 帮玉主完成任务也能减少罪业 从此获得牢里更好的待遇 更何况你还偷吃了不少火德的灵力吧 这么好的差事 玉主 奴家也想被召唤 胡阳都无语了 顿时将这两货推开 别吵吵 还有一个更酸的 那就是雷阵子 被一点点好处就驯服的看门狗 闭嘴吧 喂 小子 你最好不要召唤我 因为我一定会冷眼旁观 越雨出逃 好一招以退为进 呵呵 雷阵子 随着我的能力增长 能开启的牢房也就越多 如果有比你更强的妖 我为什么要召唤你 到时候 恐怕求我的是你吧 说完胡阳就转身离开 回到现实世界 胡阳看着空中的血液 明天就是末日了 自己必须抓紧时间 手里还有两千多万 应该足够买那个东西 第二天一早 胡阳来到珠宝展 他笑呵呵地看着一块玻璃里的矿石 中级的金盒只能靠杀丧尸获得 这个矿石内蕴含了大量的金石艺能 足够将自己的艺能 从二阶提升到三阶 上一世这块矿石就落在一个幸运身上 开局就领先众人 他也因此获得了无数好处 但是这次他幸福了 第一件拍卖品是价值130万的翡翠 第二件就是胡阳要的矿石 拍卖师美女开始介绍起来 诸位看到的这块原始拥有巨大的潜力 经过我们设备勘探推理 至少能开出价值500万的翡翠 竞价很快就飙升到400万 而黄毛直接喊出500万 不愧是豪哥 直接就开出顶价了 哈哈 豪哥出手我们就不争了 一毫集团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黄毛文言大敢有面子 多谢 下次请大家喝酒 突然 胡阳从外面走来出价600万 黄毛文言一惊 谁 他是谁啊 从来没有见过 看着像是一个学生 这位先生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 必须有银行黑卡才能参与 拍卖也不会是开玩笑的 你看 胡阳二话没说弹出一张卡片 还有问题吗 他立马就认出胡阳手中的是千万级的金黑卡 他猜测胡阳是哪个大家族的贵公子 这位小兄弟报价600万 还有继续加价的吗 黄毛也不服气 开口就是700万 小子 给豪哥点面子 日后好相见 胡阳没有鸟榻 一千万 人群文言开始议论纷纷 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始的价值 豪哥 犯不着和他志气 他打肿脸充胖子 就让他做个冤大头好了 小子 你叫什么 胡阳 很好 胡阳 我记住你了 你有种 最终胡阳一千万拿下 看着手中的原始 他终于搞到手了 接着就是下一件拍卖品 可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突然 身后一声尖叫传来 那是什么 妖怪 有妖怪 救命啊 胡阳转身一看 一团紫色雾气中 有个东西正急速冲向他 他也是大吃一惊 男人重生后的第二件事 就是到郊外挖了十吨泥土放在空间里 这让空间里的打击都惊呆了 但只有男人知道 末世来临后 没有被一化的土地可遇不可求 就在刚刚 胡阳拍下原始后就准备离去 突然一个东西就向他冲来 竟是一条蛇身人头的怪物 胡阳也才明白过来 这家伙竟是冲他手中的原始来的 而这东西竟是御膳变化而来 估计是拍卖前御膳和原始放得很近 他感知到了原始内部的异能 再加上末世 御膳中的邪灵被唤醒 天下即将大乱 灵异事件频发 而这一切都只是开胃小菜 黄毛也是大惊 你尼玛到底是什么玩意 眼看就要攻击到胡阳 他急忙提醒小心 可下一秒他就瞪大了眼睛 只见怪物被胡阳捏住脖子不能动弹 嘴里还发出咔咔的声音 显然是有些呼吸不畅 随即他就轮动尾巴扫向胡阳 可胡阳早有预料 眼中火光迸射 轰的一声 怪物被击得粉碎 只留下一颗闪闪发光的紫色晶体 胡阳直接将他吸收了 但他有些不满意 毕竟是只小妖 蕴含的异能有限 黄毛泽一下跪在地上 靠 胡阳 胡阳是个高人啊 老子要拜他为师 画面一转 胡阳家楼下 此时已经堆了许多箱子 不好意思 让一让 邻居们都很惊讶 这么多东西都是胡阳买的吗 难道他要开超市 胡阳挺好的 性子温和 这时又要开始创业了呀 但有个肥婆却不这么认为 呵呵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还真以为干什么都能成事 看着吧 他这个店开不起来 张大妈 你之前就想租他家这个仓库开超市吧 就这破地方 我还看不上了 刚刚把所有剩下的钱都买物资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缺的 胡先生 东西都送到了 您要不要清点一下 不用了 多谢 明天还有一车物资送到 您的仓库可能放不下 那我去你们物流总库自己提吧 好的 到时候见 张大妈文言咬紧的牙关 明天还有一车 看来胡阳真是发财了呀 凭什么 他一个没爹没娘的 也不知道孝敬我老人家 现在超市都要开上 那明明是我看中的地方 发财的应该是我猜对 就在这时 他孙子说要撒尿 而他撒尿的地方 竟是胡阳的仓库 也不管胡阳同不同意 他直接就打开了水龙头 一看就没有叫养 张大妈还在后面一脸兴奋 哎呀 小宝真厉害 都会自己尿尿了 胡阳啊 小孩子不懂事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看他一脸得意的样子 哪有一点道歉的样子 胡阳可不会惯了他 一把将小孩提了起来 直接扔向张大妈 尿液顿时资了他一身 胡阳 你干什么 不过是小孩玩呢 你一个大人好意思 跟小孩步不去 孩子则倒在地上 哇哇大哭 胡阳一句话 直接将张大妈搞不会了 我好意思 接着直接将卷帘门关上 这可将内心阴暗的他气坏了 小孩子还在一旁 叫嚣着说要玩炮仗 张大妈闻言灵机一动 小宝 奶奶这就给你买炮仗去 今晚呢 咱们好好放一场 此时他面容争鸣 要是有什么火星 蹦到仓库里引起火灾 那可就不好了 对吧 胡阳 胡阳看着眼前的箱子 不错 东西都在这里了 接着他就开始用镇魔塔开始吸收 随着一个个箱子消失在漩涡中 下一秒 镇魔塔内就掉落大量的箱子 打几都兴奋起来 好多东西啊 太好了 老娘总算可以开婚了 胡阳吩咐他找个空牢房 把东西都归制好 好呢 避主放心吧 我可是收纳小能手 这里有很多活着的洞 可以在塔边画定一块专属的区域圈影 受到塔内灵器的滋养 味道更加鲜美哦 到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鸡壳影射 而外界末日将至 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我会再大量的送入活物 也算为人类文明保留一丝活主 黑熊这时来了一句 那玉珠你应该种地啊 饥荒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种子和土地 只要有这些东西 万物生灵都可以活下去 胡阳有些犯难 种子倒是采购了不少 但土地咋梦 接着他想到了什么 我知道了 去去就回 胡阳很快来到城市郊外 空中晚霞是真美 他看着脚下的土地 直接开始收取 只见他手掌下面形成一个沙土龙卷 看着从空中源源不断掉落的泥土 打几大叫起来 够了够了 装不下了 玉珠 你的魂力不够 开辟的空间太小 要被淹了 胡阳也只能无奈罢手 此时他脚下是一个大坑 泥土差不多被他收走了两万公斤 但是感觉还不够啊 末世后 包括土地 所有东西都被异化了 现在这些没有受到异化的沃土 明天之后将可遇不可求 但是现在可没有时间让他浪费 他随即开始修炼起来 莲花再次浮现 画面一准 张大妈一脸坏笑 胡阳 待会看你怎么死 孙子偷了一块镜子回家送给奶奶 奶奶不但没有责罚他 还夸他机灵 可下一秒 镜子里面就出现一个满嘴獠牙的轻疲怪物 老太太直接吓得大小便失禁 可他没看见的是 孙子也露出诡异的笑容 喂 喂呀 快拿走 老太太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可能是报应 前一秒他还想用鞭炮点燃胡阳的仓库 现在就被收拾了 可他孙子早已经变了一个人 奶奶你不是最喜欢照镜子吗 你不是说小宝做什么事都可以吗 那你为什么不照 你照啊 张大妈再次与怪物对视起来 此时他无比的惊恐 不 不要 下一秒 诡异的事发生了 怪物竟然从镜子里面冲了出来 张开锯口朝张大妈冲去 接着张大妈身体开始扭曲 浑身散发出紫色的气流 哈哈 好玩 真好玩 奶奶 继续玩啊 此时张大妈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比以前更加阴暗了 只见他双眼血红 小宝 过来啊 奶奶疼你 接着无数的触手就将男孩包补 男孩吓得连连说不要 此时街道上已经鬼影重重 空气中传出呜呜的声音 画面一转 一处码头仓库 看着天空是好像要下暴雨了 岸边的大船上突然传来惊呼声 哎呦 出事了 枉了一船怪鱼上来 身上流浓 嘴里还有尖牙 这还能吃吗 靠 肯定是小日子的核污染 搞得海里的东西都变异了 很快天就黑了下来 时间差不多了 老吴 把仓储表给我一下 可他没发现的是 老吴的手已经变成了灰色 还在不断的颤抖 嘴里更是发出呵呵的声音 老吴 你怎么了 是不是着凉了 要不要请个假 此时外面传来踏踏踏的脚步声 男人扭头一看 身后站了很多壮汉 你们是 听说整个翡翠式的上清单都在这里 这都是客人买下的货 各位想采购可以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都搬走 哎 你们做什么 等等 站住 但一个壮汉突然抓住他的肩膀 接着就将他扔向同伴 快 赶紧办 突然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接着就刺了禁举 顿时鲜血横飞 竟是诗变完成 彻底化成了丧尸 剩下几人也意识到了危险 都摆开攻击和防御的架势 下一秒对着丧尸就是一顿爆锤 丧尸很快就倒地不起 几人都喘得粗气 头 没事吧 先搬药吧 再有敢阻拦吧 直接 此时他们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直接什么 要杀人吗 那都是我的东西 真金白银买的 怎么 你们想想 还没世界末日呢 就这么着急送死 这位朋友 实不相瞒 这整个物流码头 包括产业员都是我们老板的 你的货既然还没出码头 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价格随你开 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不卖 给你们一分钟 如果还不滚 后果自负 看着地上的丧尸 胡杨也没想到丧尸话已经开始了 几人显然不想放弃 准备直接动手 墨镜男一拳挥出 却打在空气上 面前哪还有胡杨的影子 几人都面面相觑 胡杨就这么凭空 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下一秒 他们发现胡杨 站在物资上面俯视着他们 他随即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有一罐头和螃蟹 对了 你刚刚说这整个物流码头 都是你老板的 那这些都是诺 男人文言冷汗直冒 你想做什么 失以长计以致矣 学你们呗 打个结 接着仓库里就传出巨响 还从里面蹦出点点火星子 一栋殴是别墅内 传出一个女人的惊讶声 你说什么 不但要没拿回来 别的货物还都被抢了 女人很是漂亮 一身红色皮 那个人有超能力 他不是普通人 是怪物啊 而且那么多东西 他关了仓库门 后人就不见了 等我们好不容易把门弄开 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原来是这样 那人叫什么名字 墨镜男说他看到了收获人信息 对方叫胡杨 胡杨吗 女人陷入了沉思 他是异能者 似乎还有储存空间的手段 如果有机会将其夺来的话 好家伙 他竟然在打胡杨的主意 下一秒 男人开始呕吐起来 女人问他怎么了 接着男人的皮肤就开始变成灰色 指甲也开始变长 竟是丧尸化了 男人重生后的第三件事 竟是带妹妹逛动物园 只有他知道 这里藏有一只成精的大乌龟 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收服他保护自己的妹妹 就在刚刚 壮手男人刚汇报完就变成了丧尸 毒性入脑 这个时候服用上清单也来不及了 把他丢出去烧掉吧 千万不要被他抓到 也不要有血液接触 女人话音刚落 丧尸就冲向他 只见女人做了个鹤拳的姿势 超不啪的一下被打开 无数的藤条就涌进来捅穿了丧尸的身体 丧尸发出一声惨黄 接着藤条就将丧尸拽回了外面 随即被搅得粉碎 没想到女人也是异能觉醒者 墨镜男都惊呆了 老板您不要紧张 这只是开始而已 继续寻找药物囤积武器 以物流仓为据点 背靠海岸 前方设防 召集所有人手做好心理准备吧 末日来了 胡杨看着手中的上清单 来吧 吃吧 水和空气已经不干净了 从现在开始 日常饮用和接触皮肤的 只能使用矿泉水 每天吃三颗上清单做防御抵抗 一旦有发冷的感觉 立刻跟我说 哥 现在也该告诉我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该让你知道了 边走边说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自从从学校回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出家门 怎么感觉硬森森的 只是吃妹王两都显形了而已 两人路过张大妈家门前时 呼噜噜 吃完了 好啊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什么都有 凭什么都不分给我 那些都是我应得的呀 我全要 我全都要 此时楼上传来咚咚的声音 都说多少次了 在家里不要乱走路 会影响到老婆子我的呀 不知道我睡眠不好吗 针对我 针对我 全都去死 去死 说着就冲了出去 接着楼洞里传出鞭炮声和惨叫声 胡杨兄妹上了一辆出租车 此时 柳如烟母女正好来到胡杨他们小区 强的男人在 治安再差又能怎样 以后 那里将是我和他永远的家 不枉我们借了几十万 给你做了棒国最高级的修护鼠 还化了英式美妆 女儿 你这么美 一定可以把胡杨拿下 那当然 胡杨就喜欢我这副模样 不然他以前也不会对我那么伤到 一直追着我 虽然不知道他这次为何对我那么粗暴 但是 他现在可是变得很强 很有能力的 只要能让胡杨重新败倒在我十六群下 以他的能力 我们岂不是可以呼风唤雨 连士军家都被他打劫了 呵呵 不愧是我男朋友啊 现在只要我出现在他面前 稍微撩拨一下 他还不得乖乖舔上来 是胡杨 他要去哪里 快跟上 他现在可是个宝贝 不能被其他妖艳的狐狸精给撬走了 柳如烟他们一路跟到翡翠市动物园 此时动物园门口很热闹 我儿子的帽子都被撕破了 差点迫下 你跟我说是意外 抱歉先生 我们动物园的动物平时都很温顺 今天则不知道怎么了 动物变得暴躁的原因 人类或将变成丧尸怪物 或熬过异点 获得异能 而哥哥你也因机缘巧合 提前觉醒了异能 因此可以喂捕先知 对 就是这样 自己上一世的遭遇 还是不要让小云知道的好 不然他会难过很久 但胡云不是很理解 按理说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才是 可为什么还要来动物园 胡杨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躲得过出亦躲不过失误 想要在末世生存下去 就必须掌握力量 我虽然获得了占领 可是我也不能保证 无时无刻都在身边保护 末世之下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小云 你必须也变强才行 哥 我真的可以吗 我想变强 我不想拖你后腿 两人很快来到乌龟园区 柳如烟他们也跟了进来 但他很是不解 胡杨和小云怎么跑动物园来了 女儿 快跟过去 制造一个偶遇把他迷倒 等等 我再补个唇装 可他没发现的是 他所占区域是羊驼的地盘 胡杨兄妹刚进入乌龟园区 打击就冒了出来 狱主 这里有不一般的家伙呀 我已经闻到他的味道了 俺老黑最烦和这种东西打交道 又臭又硬 活得比俺还久 胡杨扒开一片树叶 找到了 只见一块巨石上趴着一只老龟 看似一只人畜无害的小乌龟 实则动不动就会变大镇压人类 就连神明都被他咬下过一块肉 胡杨在收服他的同时 他也想抢夺胡杨的镇摩塔 就在刚刚 胡杨扒开树叶 一只老龟就惬意地趴在大石头上 享受日光浴 打几和黑熊同时开口 千年老王八 胡杨恩了一生 这只乌龟从动物园建成以来 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已经有百余年了 动物园甚至还给他取了名字 叫南南 这只乌龟前世就很有名 只因降临的神明要从他的地盘通过 老龟不可能让步 还咬了神明一口 神明与他对峙战斗了好几年 都没能破开他的龟壳 当胡杨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就有一种想法 如果能让他保护小鱼 绝对万无一失 接着胡杨就朝他行了义 龟前辈 老龟文言咪着眼表示不屑 胡杨见他如此态度 眼中幽名火焰蹦出 走着走着也饿了 要不弄个王八汤呵呵 老龟文言一惊 态度也是立马转变 哎 人类总是这么心急做什么 古有三顾茅庐 小朋友既然有求于我 理数不到位就算了 怎么还威胁上了 胡杨也不废话 末日马上开始了 实在没有时间做那表面功夫 龟前辈 在下胡杨 这是我妹妹胡云 哇 楠楠真的会说话 老龟文言老脸一红 嘿嘿 要不是以前老夫贪吃胀气 被当时的园长野外遇到 好生照看 老夫也不会跟他来此 楠楠什么的只是意外 这一晃已经数百年了 不过比起老夫三千多年的寿命 这也不过是弹指一挥尖 黑熊与打几文言 立马留着哈拉子 三千岁的老龟 距离进阶玄武也不远了 要是能吃掉他的龟灵 咱们都能延寿百年 胡杨都无语了 你俩想啥呢 这可是妹妹的护身神兽 龟前辈 晚辈想请你保护小月 你有什么条件随便提 今日万物躁动 血液当空 末日来临后 我龟族也必受其害 若是这池子里的小龟们 晚辈暂时可以将他们收入镇魔塔中 挖掘水池 饲养无鱼 镇魔塔三字引起了老龟的注意 那东西他可是听说过的 就是一座大凶狱 里面更是有雷霆练魂 他想到一个仙人曾对他说过 玄武登街之街 大凶雷霆之处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筑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老龟百年前来死的英语 居然在此 随即他的身体就开始膨胀 就凭你这黄毛小子 也能执掌凶欲 末日虽然可怕 但你若行差他佛 危害十倍于末日神明 若你不能扛住老夫三千年寿命的重量 老夫又何必帮你 下一秒 巨大的龟身就向胡杨压去 胡杨立马用双手托住 地面瞬间裂开 轰轰轰的声音传开 地面的裂痕迅速向外扩张 柳如烟母女也感受到了胡杨那边的动静 准备过去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 他的假发飞了 竟被一只羊驼叼在嘴里 柳如烟气地握紧了拳头 轮起包就向他砸去 此处手 还我假发 不得不说他真的好友 下一秒 一口绿色的老痰就贴在他脸上 几只羊驼火力全开 母女俩顿时就被羊驼的口水淹没 嘴里惊叫连连 这是什么 好恶心 啊 我要砍死他们 他妈妈一把抢过假发 先别管这些畜生 找到胡杨要紧 哇 放反了 乌龟园有动静 快去 乌龙肯定就在那 母女来到乌龟园 发现这里实在太丑了 但是还是没有发现胡杨的踪影 咔嚓一声 老女人一脚踩在了乌龟蛋上 绿色的蛋清粘在他鞋底 老女人觉得好恶心 直接将脚伸在乌龟背上侧 这死乌龟倒还有点用 还能给我擦血 可母女俩没发现的是 乌龟此时双眼泛着红光 拨开前面这片树叶就能看到胡杨了 我从树叶里钻出 楚楚可怜 风情万种 一定能让胡杨心动不已 他刷的一下拨开树叶 等待他的不是胡杨 而是一只怒气冲冲的大乌龟 接着就一口咬在他手上 这里有个冷知识 乌龟的牙齿通常都是锋利起较小 咬合力极强 一旦被咬中 剧痛无比 很难挣脱 柳如烟发出一声惨叫 但下一秒 他就捂住了嘴 在同时招待他的腿 柳如烟都惊呆了 母女俩现在是待遇一样 啊 好痛 好痛啊 放开我 哇屋 胡杨 救救我 下一秒 他就一下摔倒在池塘里 好臭 这是什么水 可他哪知道 胡杨此时都是自身难保 老乌龟压得他动弹不得 御主 让俺出来 一巴掌拍死老龟 然后咱们分肉吃 安静点 此时他已经快到极限 啪的一声 他单脚跪在地上 呵呵 做不到就放弃了 万物生灭 自有定数 你的亲人此生顺遂 哪怕世界灭亡 也与你无关 这老龟打得好算盘 镇魔塔如此凶物 也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胡杨也差点被他的话捕破了 自己真的扛得住吗 此时镇魔塔内 受胡杨的影响 黑熊觉得自己的头好晕 突然好想摆烂 打击也是什么都不想做 胡杨深呼一口气 是吗 老龟 你活了这么久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道理 不进则退 不生则死 接着胡杨就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他又站了起来 但这还没完 好似镇魔塔也怒了 老龟直接被扔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什么 他竟能挣脱范英 胡杨直接祭出捆仙绳 收起你那套把戏吧 刷的一下 捆仙绳就缠住了老龟的脖子 老熊也怒了 吓门的 玉主 他居然承虚而入 对镇魔塔意图不 弄死他 不愧是距离玄武 只有一线之隔的老龟 差点着了你的刀 幸好玉主意志坚定 胡杨也召唤出了火焰巨剑 一下敲在老龟头上 沉浮 或者死 老龟吓得哭了起来 太可怕了 光胡杨身后的两尊黑影 就能将他弄死好几回 他只能认识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老龟只是和妹妹第一次见面 一人一龟 就像相处了几十年的闺蜜一样亲密 老龟甚至主动献出魂灵 让胡杨安心 就在刚刚 胡杨反败为胜 将老龟镇压 接着他就邪魅一笑 砍不动 那我继续 喃喃被敲得有点犯晕 嘿嘿 别打了 别打了 真是的 老夫用祖传的泰山之法 刺激你的骨骼重塑 你就对一个老人家 这么摔摔打打 男男都快哭了 小姑娘 快 快拉住你哥 他虐待动物啊 胡杨文言一愣 骨骼重塑 异能果然提高了一大截 力量好像也大了好多 此时胡云开口了 哥 你就放了龟爷爷吧 他好像真的没有饿意 胡杨找到台阶 身上的火焰也慢慢退去 呵呵 虽然怒火中烧 但还能保持一丝亲密 不错不错 接着男男就变笑趴在胡云手里 小姑娘 别叫我龟爷爷 那多生分 就叫我男男吧 嗯 你有辨别恶意之能 潜力不错 以后有我保护 你就放心吧 谢谢你 男男 你可以叫我小云 只一会功夫 胡云就与男男聊得火热 黑熊则哭了 那咱的老龟汤没着落 虽然老龟现在臣服了 但胡杨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相信他 所以保险还是必须的 他可不放心把小云和一个 不在他掌控之内的妖怪放在一起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当然了 狱主 刚才我只是开玩笑 镇魔塔乃上古凶物 需要有极强气韵者才能掌控 老夫又怎敢觊觎 话音刚落 他的魂灵就飞入铜牌内 本归魂灵今日入狱 此后老夫任您拆遣 以真身贴身保护小云 若有一扁 万雷是魂 是 狱主 如此一来 胡杨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小云的安全有了保障 那我接下来 就在这时故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到处都是烟尘滚滚 胡杨一跃而起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 竟是一只老虎领着其他动物在狂奔 胡杨觉得这是好事 难得有这么多动物 没被异化的 就通通打包收到塔内 但最先要收的就是池塘里的乌龟 接着每只乌龟身上都笼罩了一层金光 男男露出一脸傻笑 谢谢玉主 搞定老龟的事 胡杨对妹妹说道 小云 我带你找个安全的地方 接着他就揽住妹妹在树梢上穿梭 胡云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藤云嫁物的 这一幕刚好被下方的柳如烟看见 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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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呀 我是你最爱的女朋友如烟啊 你怎么来了 胡杨 别闹别扭了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 你只是放不下面子跟我和好 毕竟我这么美 对不对 你看 我这不是来了吗 自从和我分开 你一定睡不好睡不好吧 谁让我是那么完美的女人 对啊 胡杨 我们如烟一直都那么喜欢你呢 你上次不是说想来我家提亲吗 我嘴快没答应 其实我老喜欢你了 这就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 与此同时 一只乌龟盯上了老女人的屁股 我可以原谅你之前对我的粗辱 你一定很开心吧 降临了降临了 胡杨为提升自己实力 在末日降临后独自外出 结果一路上不是车祸就是丧尸痴人 但她依旧加速赶路 只为到达一个指定地点 原来胡杨带着妹妹寻找安全区 却意外碰到狼狈不堪的柳如烟母女 胡杨觉得这母女俩就是疯子 不要走啊 胡杨 胡杨 胡杨有问题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走 母女俩也还没意识到 他们已经被动物们包围 每个动物都红着眼睛看着他们 就像看着自己的美味大餐 下一秒 几只野狼就扑向他们 吓得柳如烟大叫起来 你们做什么 走开 我是最美的女人 我要成为女王 所有男人都要跪在我脚下 此时动物园到处都是受吼声 胡杨则是边走边收 只要是他看上了 没有一只成为漏网之鱼 胡杨觉得差不多了 每种动物都瘦了一点 是该找个地方落脚了 突然 眼前的动物管理处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而且看你们空无一人 应该是跑了 动物园地处偏僻郊区 一面靠山 暂时除了这些猛兽也不会有外人 就让小云先待在这里 胡杨检查了一下 监控是好的 还有宿舍和生活物资 哥 这里挺好的 我就先待在这里吧 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吧 快去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胡杨摸了摸妹妹的头 你一个人会怕吗 我不是一个人了 还有南南呢 而且哥哥也一直在保护我 末日到来了 我也要变得坚强起来才行 而且我跟南南说好了 他会教导我修炼异能的方式 我以后也一定能帮上哥哥的忙 胡杨文言很是欣慰 嗯 不愧是我妹妹 接着他就看向南南 龟前辈 老龟也很懂事 呵呵 不用这么客气 御主 我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他的左眼就发出一道能量光 整个管理处就被一个能量护盾包裹住 此时管理处外面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野兽 每个都红着眼睛盯着他们 甚至有的还试图闯进去 但都被老龟的能量护盾挡在外面 老虎也发出一声不甘离取 看着这一幕 胡杨总算放心 看来自己找老龟是找对了 这样就可以去办自己的事了 胡杨打开窗户一跃而出 身后传来妹妹的声音 哥 一定要小心啊 我等你 胡杨展开急速一路飞檐走壁 所过之处都是车祸 看来末时来临 人们都开始慌不择路的逃命 现场要惨烈就多惨烈 甚至出现了丧失识人的画面 就算有前世的经历 胡杨也不禁冷汗直冒 此时空中悬着一个血运 在伴随着电闪雷鸣 胡杨加快了速度 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提前赶到那个地方 此时室里也是一片混乱 火光四起 到处都是救命声 有怪物啊 找妈妈的找妈妈 甚至还有同性搂搂抱抱的场景 看样子应该是一方丧失化了 更恐怖的就是很多丧失肯食一人 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神奇的是 电视台还在正常运行 本报序 室中心突发车祸 现场混乱 医院急诊科人数暴增 患者多疑是食物中毒 皮肤轻子 眼睛充血 高烧不退 全国卫健委正在积极组织救援工作 专家呼吁大家不要外出 气象异常 暴雨将至 建议广大市民囤积粮食清水和各类药品 相信国家的力量 让我们一同携手度过难怪 此时胡云的老是好似没有睡醒 显得一脸猛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搞得跟世界末日似的 接着还打了一个哈欠 但下一秒 他就瞪大了眼睛 丧尸 是丧尸 我亲眼看到丧尸在吃人 接着他就打开评论区 想确认一下是真是假 第一条评论就是不相信 COS很好 下一个 但第二条却证实这是真的 接着更是有个摄影师发了长吻 证实这是真的 有图有真相 更是配了一张图 只见一个巨大的怪物黑影 在血液的衬托下显得压迫感失足 毕竟怪物看起来比高楼大厦还高 世界末日了 怪物降临了 狗妖怎么也没有想到 才从空间裂缝里爬出 还没来得及征服这个新世界 就被狐阳削掉了四肢 他都怀疑自己出门是不是忘了看黄历 就在刚刚 狐云的老师觉得末日怕是真的来了 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奇怪了 怎么感觉有点发烧 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手指有些发紫 这顿时将他吓了一跳 随即他就感觉有些晕血 什么 我感冒了吗 得先吃点药 接着他就摸到两盒上清单 他当时虽然不知道狐阳在说什么鬼话 但还是鬼使神差的去买了好多上清单 他忍着剧痛将上清单拿在手里 随即就吃了下去 此时他的身体颤抖的无比厉害 他刚吃完就一头栽倒在床上 此时狐阳正站在一处高楼顶上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现在是下午五点 上一室晚上十二点 大型神明直接降临北翠市 而在这之前 从下午六点开始 就不断有小型神明出现 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一个出现的小型神明 就在这座帝王大厦上面 当时那家伙一出场 就造成了巨大破坏 直接震塌了附近的楼房 也就从那时起 人们真正的陷入了恐慌 如果自己能将他猎杀的话 不但可以获得大量的魂力 或许还能进阶 那样自己的实力就更强 随即狐阳就开始守株带土 反正闲着没事 不如先修炼一回 火帘再次浮现在他身前 狐阳如老僧入定一般 大量的灵力涌入火帘 就这样 狐阳沉浸在修炼中 突然他左眼猛地睁开 亦能到三阶顶峰了 狐阳哈哈一笑 还真是意外收火 而且红莲火肿又有了新的异点 待会找个机会试一下 根据面板显示 他的魂力和异能都是三阶100% 但奇怪的是 为什么没有生四阶 有知道的宝子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狐阳自己也没想到 通过异能矿石和老龟的骨骼重塑 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好子 看来老龟还真是自己的复兴 那么接下来就等那家伙降临了 还真是期待呢 此时狐阳仿佛看到了 空中的怪兽须影 突然 他背后天台的门被踹开了 喂 那边呢 谁允许你上到这里来的 这是帝王大厦的私人场所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来的 立刻把他轰走 说着一堆保镖就冲向他 经理 轰到电梯是封闭的 他到底哪上来的 西装男文言反手一拳锤在他胸上 恨么的还找借口 今天那么多人请假 都学会偷懒了 以这个月工资全扣 男人被扣了工资还得道歉 在经理看来 低贱的人也只配做这种事 可能他都忘了 现在是人人平等的社会 员工与他只是雇佣关系 并非主人与奴隶 胡杨对于扑上来的人看都没有看一眼 而是看着空中 来了 接着一道闪电撕开了血红的天空 伴随着的还有强烈的心跳声 就像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的一样 什么东西 我眼花了 原来刚才的根本就不是闪电 而是天空被撕开了 里面更是伸出一双巨手 好似要把口子撕得更大 好从里面爬出来 接着就是一声划破汤穷的兽吼 怪兽也完全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样子竟是一只半兽人牛腰 手持一对巨斧 接着就一跃稳稳的踏在楼顶 张口就是一声牛叫 这家伙是兵级的牛鬼 西装男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腰 妖怪 哪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